大家好,我是小宇,现在的小宇,很高兴我们又在小宇频道见面了 今天呢,我想跟大家share一个小秘密 什么秘密呢? 你有没有在你贷款的期间啊 不管是浮动还是固定的时候 但是呢,你想,哎,我现在想把在银行抵押的这个物业呢 换一下,那么为什么要换呢?有几个情况 一个呢,是你可能要把这个要换掉的这个物业卖掉 然后呢,你有个新的物业进来 或者是说呢,你没有买卖这个一个原因 但是呢,你就想交换一下,因为各种原因吧 那么很多人认为,如果我要交换这个物业 假设我的贷款不变的情况下 比如说我在银行现在还是有50万贷款 然后呢,我当时给银行的这个物业,比如说是80万 现在呢,我有一个85万的房子 我想跟他交换一下 很多人认为呢,我需要把现有的贷款打破 然后呢,有可能正好在固定着 所以我还要付很多其他的打破的费用 比如说break cost啊,还有律师费用啊等等 其实您可能不知道 如果只要这个贷款不再增加 然后呢,这个物业呢,交换新进来的这个物业 如果价值不少于你换走这个物业 其实你都不需要走这个程序 那么你的贷款还是可以保留的 仅仅就是两个物业的一个交换 这个我估计您很惊讶吧 其实这个,这方面的这个 这种做法 银行已经有很久了 这种允许这种操作方法 但是很多客人朋友们是不知道的 尤其是对于一些原来还有贷款能力 但是现在不再有这么多贷款能力的朋友们 他可能怕贷不到同样的钱呢 那么就不再去换房等等这些 所以在这里面我想跟大家说 只要你的贷款不再增加 然后呢,你的这个交换的物业 新进来的物业给银行的抵押物呢 只要它价值不少于现有银行用来做抵押的物业 实际上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过程 所以说这个我希望让大家能够非常的 这个clear这一点 不要这个觉得自己有很多的局限性 但是了,我们说每一次你做一些变动的时候 其实最好都是要让你的broker 去给你review一下整个的你的loan 还有你的structure各个方面 还有你现在的一个情况和接下来的打算 如果你还适合现有的银行 那当然那是最简单的了 你就换一下security就可以 就是抵押物 但是呢,有可能你现在的银行已经不再适合你了 可能是因为它的政策不再适合你 接下来在做什么等等 所以说呢,我是在这里建议大家呢 最好做一个loan review 跟你的broker联系一下 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可以在自己知情的情况下 然后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 要不就正好换银行 然后如果是不需要换就在原有银行 或者干脆自己现在收入不够带那么多 那么也就直接swap security 这个物业就好了 所以今天希望大家能够得到这个信息 然后如果你要有什么具体的这个问题的话呢 也非常欢迎您再次联系我们 然后我们会根据你个人的情况来帮你做出判断 你应该怎么做 好吧,谢谢大家收看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